第十一届立委选举胜负揭晓 再战立委选举的阿美族台中市议员黄仁 这是终于以第三高票拿到立委当选的门槛 有别于过去平原立委大多是从花莲地区出现 黄仁是第一位从都会区出发 参选平原立委选举的阿美族人 他的胜选对许多长久住在都会区的族人来说 意义非凡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的族人 真的很需要被照顾 因为这个照顾是相对的 要有一些可能立法 或甚至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宣导政策 更多的是在都会里面 黄仁奉献很多 贡献我们那个原住民那里很可怜的 他那里申请那个租屋补助 都这样他的人很好 许多族人为了生活 不得不离开原乡进入都会区讨生活 因此就会面临许多生活的问题 台中市福乐丰盛教会的牧师就表示 族人除了需要协助就业 以及法律辅助外 面临最大的压力 就属居住问题为最大宗 都会区跟部落的生态 一定是不一样的 都会区的原住民大部分 都没有房子 都是租的房子 然后租金到了 然后就要换房子 就是可能这些费用就不够了 就到处借钱这个部分 我觉得原住民在都市区生活蛮辛苦的 就不像在部落 就是生活比较单纯 就是压力比较大 因为你要担心你工作 你的经济你的房租 这些都是开销 这次胜选第11届 平原立委选举的台中市议员黄仁 担任台中市合并前后世界议员至今 除了对都会区族人 面临的问题相当了解外 担任议员期间的选民服务 也让不少族人相当有感 许多都会区族人 期盼他将来进入立院后 能透过法案的推动 帮助更多族人 解决在都会区面临的各种议题 原始新闻后 台中市参谋报导 中市参谋报导